大家好,我是Belly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句子书 叫烏龜先生的跑车 那我们现在开始啦 烏龜先生的跑车 烏龜先生呢,由小到大的愿望 就是设计出最特别的跑车 他想用跑车设计家的成就 来改变他在动物世界慢吞吞的形象 他第一个设计跑车的利感 就是来自他的偶像 跑得最快的跑车 尖头做东西 跑车的车身 连尾部都没有小到的 烏龜先生都自己坐在车里面 简直就是发生成跑车 突然,炮先生经过 他见到烏龜先生 就立刻呵呵大笑起来 然后一跳,跳过了烏龜先生的跑车 又消失得无影无中 烏龜先生不来跑车 又设计了一辆 甲虫造型的跑车 他总是很羡慕 甲虫有鲜艳的本 一打开就可以自由自在飞 不像自己那个无聊的轨壳 只会刺在他自己上面 不懂打开,不懂飞 又不鲜艳 烏龜先生 拿着跑车去了田野豆腐 哈哈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好笑的大甲虫 甲虫 蜻蜓 蜜蜂 和蜘蛛 全部都低头笑起上来 烏龜先生 没有那么放弃 他又设计了一辆蜘蛛造型的 跑车 蜘蛛虽然比他小很多倍 但是比他跑 就跑得快很多倍了 而且蜘蛛的脚又多又长 不像他那样 来来去去都是那四只短短的脚 烏龜先生坐在那架高高的车身上 有时上有时下 好神奇啊 突然车窗外面有些蜘蛛碎了 然后他们一起大叫 短脚龜 短脚乌龜开长脚车 哈哈哈哈 很好看 胡怪先生 不太心想 也没有鼻痕 因为笑到他 而打败 他今次 尤其是 設计了一辆 很高很高的山上巴士 可以长脚转 一样 可以 看得很高很远 不像自己 只是可以爬 在地上 然后伸起了脚轻 向上看 護貴先生帶著幾個朋友 小雞、小鴨和小青蛙 他們一起去兜風 突然遇見了真正的長頸鹿 長頸鹿先生就說 喂!要不要來找ster滑梯啊? 護貴先生的朋友一聽到 長頸鹿先生這樣說 立即跳上 留著護貴先生獨自在車上 護貴先生也沒有放棄 他又設計了一輛 又彈黑車輪的長型車 就好像沒有腳的蛇在地上 快速地滑走 貴殼斑文就是 護貴他最喜歡的斑文 突然一隻老鷹快速地衝了下來 咬爛了護貴先生的車 原來 老鷹當他是一條真蛇的咬 護貴先生看到車爛了 心裏很難過 忍著哭起來 然後他就說 我不再設計些什麼跑車 我要設計一輛飛機 飛到去沒有人的地方 露鷹聽到就說 護貴啊 難道你不知道大家很羨慕你嗎? 你的龜殼就是你最安全的家 他就說 對呀 為什麼 我一直都想不到他 從此以後 護貴每天都會 好像 之前來設計跑車一樣 把他的殼擦得閃閃靈靈靈 然後他每天都會 踩著流冰鞋出去 逗風找朋友玩 不過 有時候 他依然會 除了他們 流冰鞋 享受下 只有 護貴才吃的 慢吞吞樂趣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你們喜歡聽 按LIKE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謝謝